看着手里的铁棍,再看看赵长河在这大冬天鹅角的汗水,孙教习心知这个年轻人为了这一刀下了多大的苦功。 这不是天赋,这二十多天来,除了吃饭睡觉和偶尔偷溜出去洗澡之外,这丝所有时间全在练功。 也就那一天走过神,之后自罚了三千遍。 这种态度,孙教习这辈子带了这么多教众匪徒,还从没见过,感觉就像有一头老虎在身后追着他,在拼老命地跑一样。 仅仅二十来天,人的面貌本该没什么变化,也就多了一些轻战战的胡渣,但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赵长河的面庞越发坚毅沉稳,眼眸里引有精芒,偶尔还能透着凶狠的力气。 他身上的肌肉也更为凝实,快蕾雄壮分明,充满了阳刚的美感。 山寨里的审美最是如此,加上脸上那道凸显了凶悍男人味的疤,赵长河简直是北盲,山寨公认第一美男子。 相反,他屋里那个姓洛的,大家不怎么瞧得上,兔儿也是的。 要不是因为和赵长河住一起,说不定都有人会去调戏,如今当然不敢,倒是有暗地里嘀咕那是赵老大私宠的,怕是早就玩过了。 因为山寨里不服赵长河的匪徒几乎被揍了个遍,包括一些跑来欺负人的老教徒都挨过。 反正上面有人找麻烦,也有孙教席撑腰,这丝如今已经是个横行新守村的小霸王,身边纠合了一帮狗腿子。 就因为这种事,他不仅学了刀,还学了些拳脚,毕竟内部打架不能总是动刀。 瞧他腰间的酒葫芦,如今都不需要落妻给他换酒了,天天都装着小弟们进献的酒,别人不向他被通缉得出不得门。 自然都会去城中玩的,没钱就坑蒙拐骗抢的也不少,如今没出过山的可能也就只剩赵长河一个人了。 看此刻,他们因为成功完成了烤和而兴奋地养手饮酒的模样,已经很有几分豪雄之气。 孙教席心中极为欣赏这样的汉子,相性太和了,长和,差不多了, 你今夜回去,尝试一下突破血煞宫第一层,看是否能进阶一重天。 其中要指,我已经指点过你,相信你记得。 赵长和兴奋地抱拳,记得。 此要有助于你的突破。 孙教席若有深意地递过一枚丹丸,去吧,希望明天开始,你就能学血煞刀了。 哟,美男子,小霸王,您回来了。 回到屋子,洛妻今天早早就在了,装模作样地扶了扶椅子,狗腿式地请赵长和坐。 赵长和也就大马金刀地坐了,失笑道,又遇上什么好事了,说来乐乐。 你怎么知道是有好事了,指不定是坏事呢? 你心情好才会耍宝,心情不好的时候,板个脸跟我欠你八百万一样,我还能不懂你。 赵长和姐下腰间酒葫芦,给洛妻倒酒,来来来,今天别人送的,这酒有劲。 你是说我给你买的不够劲是吧? 赵长和切齿,大师兄。 意思就是别跟我来女人那套了,我要男人模板,求求了。 哼,洛妻口头耍性子,眼睛转过她的酒葫芦,嘴角却是勤着笑意。 她不管葫芦里装了谁的酒,那酒葫芦却一直都是那一天她送的,最普通最便宜的葫芦,从来没换过。 哪有什么好事? 洛妻冷哼,又听见人议论我是你私宠,好玩吗? 妈的这地方,怎么这样啊? 明明都是男人,怎么也都可以往那种事想的。 赵长和低头名酒。 这算啥,你是没进现世的疏有群,否则更多。 再说了,凭什么你这粗鲁的算美男子啊? 洛妻愤愤然拍着桌子,照照镜子,您配吗? 赵长和诚实道,早上照过,率醒了。 洛妻,你早上照了个锤子,明明醒来的时候是我躺你肩窝里,醒过来还一把将我拎一边去了。 斐泪 赵长和也迅速想起早上的举动好像不是那么妥当,忙扯话题,今天冬至,过节呢,有什么喜庆典的安排没? 洛妻欲言又止,节日什么安排你问我? 我是你老婆吗? 最气的是,他还真有安排。 洛妻嘴里不知道咕弄着什么,板着脸从柜子拿了一盆汤圆出来,今天去城里买的,回来烧了水随便捞了一下。 反正洛家庄的习俗冬至是吃汤圆,你们照错应该也一样。 赵长和奇道,听你这意思,你还知道别处的习俗,你能去过几个地方啊? 不能听别人扯的吗? 他们是吃饺子,懒得搞。 洛妻气鼓鼓地给他装了一碗,我看你也不爱吃饺子,你有兴趣的多半是嫂子。 赵长和,我今天没得罪你吧,怎么跟吃了枪药似的,我连你都没想吃,吃什么嫂子哦? 哦,早上那确实是得罪了,算了,闷声吃汤圆。 洛妻邪腻了他一眼,越发没好气。 其实,没啥得罪不得罪的,真正是因为这种一家人过节的感觉,他很不适应。 赵长和这丝却不识相得很,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,连个谢字都没有。 我他妈,是你老婆吗? 结果,赵长和一边吃汤圆,一边还真像老公和妻子吃饭时,谈起上班话题似的, 很自然地在说,今天我的基本刀法考核过关,孙教席打算教我血煞刀,就是功力要跟上,不然血煞刀学了也用不出威力来,白搭。 孙教席的意思,我今晚就可以试试突破一重天了。 太夫妻了。 洛妻月发气闷,更气的是这四一个月一重天。 要不要人活了? 你怎么这么快就学血煞刀? 洛妻听着自己的话都感觉有点酸,按理不是应该还要过度一套入门刀法。 教席说我这个努力程度,自己知道怎么练,入门刀法对我的提升价值很低了,那种循序渐进的套路是给庸人的。 洛妻柳梅倒数。 赵长和举手投降。 突破就突破,跟我说个什么? 我又帮不了你。 洛妻嚼着汤圆,硬邦邦地道,反正吃完趁热行工,对你有好处。 我也趁热,洗个澡去。 赵长和终于停下吃汤圆,抬头看了他一眼,欲言又止。 洛妻板着脸道,干嘛? 有屁就放。 赵长和犹豫道,我一直在想,你以后洗澡还是不要一个人去了,万一被人撞上。 洛妻美好气道,半夜三更的水去水潭,我看是你想趁机干什么才对。 我还用得着趁这种机。 赵长和打断道,之前没遇上人,不代表都不会遇上,以后我帮你望风,反正我修炼在哪都行。 洛妻拿筷子戳汤圆,戳了一下划开了,没串上。 他气鼓鼓地继续戳,我一男人,被人看了有什么关系,再说这关你屁事。 这死傲娇。 赵长和想了想,换了个角度,就当帮我呗。 洛妻奇怪地看了他一眼,帮你满足一下看男人洗澡的好奇心。 草! 赵长和无奈道,血煞宫终究是个魔宫,突破是有风险的,哪怕只是一层,所以在冷水潭边,如果见我有失去理智的迹象,一脚把我踹下去完事。 洛妻终于插中了汤圆,用一只筷子串起,心情大好的塞进嘴里,笑咪咪道,早说是求我帮忙嘛,那我就勉为其难地帮你一把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色正在写迹 //星音乐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